欢迎大家回到《金刚经》深度解读系列 我是你的主播 在这个系列中 我们一起探索佛陀的智慧和解脱之道 如果你是首次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强烈建议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并转发我们的视频 并开启通知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级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订阅者 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金刚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六度万行 六度也就是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和智慧 是我们实践道德和精神修行的重要指南 在《金刚经》中 佛陀详细解释了这六个方面 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真相 达到心灵的解脱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详细解析这六度万行 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实践佛陀的教诲 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度布施 在佛教中 布施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给予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分享和无私 布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贪婪和自私 培养出对他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 在《金刚经》中 佛陀强调了布施的重要性 他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英作如世观这句话告诉我们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 只有通过无私的布施 我们才能理解到生命的真谛 从而达到解脱 接下来是第二度持戒 持戒是佛教道德实践的基础 它要求我们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 如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语和不饮酒 通过持戒 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贪 撑 吃三毒 清净我们的身 口 意 从而达到内心的平静和清静 在《金刚经》中 佛陀告诉我们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心灵 不依附于任何事物 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 第三度是忍辱 忍辱是指在面对困难和痛苦时 能够保持冷静和忍耐 不被外在环境所影响 在《金刚经》中 佛陀说 菩提本无数 明静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句话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像明静一样 不被外在的事物所影响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静 这样 我们才能看清生命的真相 达到解脱 接下来是第四度精进 精进是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进取 不畏艰难 不怕困苦 在《金刚经》中 佛陀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因作如是观 这句话告诉我们 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只有通过持续的精进 我们才能理解生命的真谛 达到解脱 第五度是禅定 禅定是指通过冥想和专注 使心灵达到清静和安定的状态 在《金刚经》中 佛陀说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们的心灵应该不依附于任何事物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禅定 看清生命的真相 最后是第六度智慧 智慧是指对生命和世界的深刻理解 是通过学习和实践 理解生命的真相 达到解脱 在《金刚经》中 佛陀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句话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智慧 我们才能看清生命的真相 达到解脱 那么 你可能会问 如何将这些教会 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布施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帮助他人 无论是给予物质的帮助 还是提供情感的支持 都是布施的表现 同时 布施也是一种心灵的修炼 通过给予 我们可以学会放下自私 培养出对他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持戒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道德和法律规定 对他人和社会负责 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通过持戒 我们可以克服自己的贪婪和愤怒 培养出对他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忍辱 我们可以在面对困难和痛苦时 学会保持冷静和忍耐 无论是生活中的小挫折 还是人生中的大困难 我们都可以通过忍辱来克服 记住 困难和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 只有通过忍耐和坚持 我们才能成长和进步 对于精进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努力 不断提升自己 无论是在学习上 还是在工作上 我们都需要有持续的精进 记住 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进去 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达到生命的价值 对于禅定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静谧的时刻 通过冥想或者深度的思考 让自己的心灵达到清静和安定 记住 只有当我们的心灵达到清静和安定时 我们才能看清生命的真相 理解生命的意义 最后 对于智慧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 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无论是读书 还是旅行 无论是聆听他人的故事 还是分享自己的经验 都是获取智慧的方式 记住 只有通过智慧 我们才能看清生命的真相 理解生命的意义 感谢大家观看《金刚经》深度解读系列的第十集 《金刚经》的道德指南 深入解析六度万行 我希望这一集的内容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实践佛陀的教诲 使你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开启通知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集 我们下期再见